好 那麼玉琦這邊 是有處理過一個案子 是一對夫婦生了四個孩子 那這太太後來請你幫他展桃花 是 就是我們因為會很多人來我們 就是比如我們談裡面 就是要來處理疑難雜症 那其實我覺得男女比喻 女生是相當高的 女生會很喜歡來我們這邊 比如說問感情的事情 或是問家庭 種種的 其實都脫離不了自己的感情狀況 對 那很多人會把自己的感情 不順遂 對 他歸類在像剛剛才姐講的 就是什麼身上有卡到什麼東西 或是什麼的 對 那他們就覺得說 是不是這陣子就是被人放鬍子 或是說有下降頭 還是說有去外面犯到什麼 才造成我們感情的不順遂 對 那其實因為這些問題 我自己都經歷過 我被人家劈腿很多次 所以我自己都很要 因為被人家劈腿過很多次 對 像剛才講的那個經驗我也有 我有一個經驗是我 一個前女友 他就是我們在一起 可能是大概 你月人也不少 我老婆應該沒有看到 就是 都過去了 對 在一起三個月之後 我那個前女友她是做護士的 然後後來她就會開始 比如說一個禮拜 她可能就會固定來我家 可能就住個兩三天 然後後來在這個三個月過後 她就這兩三天就突然不見了 原本一月好事情就不見 是完全沒有聯絡的 然後可能是兩天後 她才又出現 然後這樣子的狀況 慢慢慢慢擴展到 後來是一個禮拜都會不見 然後再來是一個月都不見 就失聯了 就失聯 她是完全失聯的 然後到最後 其實你失聯 我覺得我們心裡應該要很清楚 她某某層面 她就是要跟你小妹妹切斷 她就分手 對 但是你會走不出來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感情放不下 那後來到兩個月 三個月 這麼長的時間她不在 你還是對這個人 會覺得放不下 因為她並沒有跟你講到分手 她只是失聯 那我覺得我最放不下的 一個狀況就是我冰箱裡面 會放一杯她喝過的飲料 那個飲料是三個月前的 對 為什麼你要放著 因為我不知道 我覺得當下我就覺得 這個人他還沒有離開我 對 就是這個飲料 他已經放了三個月 然後放到最後 你看到說他已經三個月 表示這個人他已經莫名其妙 不見三個月 對 然後後來三個月之後 他突然有一天又出現 然後他出現的時候 他就打給我 他突然跟我講說對不起 對 他也沒頭沒有 他就跟我講對不起 然後那時候我在工作 就是我是在做法會囉 穿道袍那種 然後我看到那個簡訊 我就哭 我一直哭 我哭到我沒有辦法自己 就像那個老師講的 其實你的情緒是會很重的 而且你會有很多 很複雜 很難排解的那種情緒 我就一直哭 然後哭到最後 我覺得我沒辦法 因為我要面對的是 商家看到應該很感動吧 那天剛好又不是做傷勢 是做很喜慶的 在廟裡面的 對 然後覺得我狀況是不行的 我趕快打電話給我土地 說那麻煩你來幫我就是替一下 然後後來那個下午之後 我就沒有出現 來這裡跟他們處理法師 結果你競爭 為了自己的感情在那裡靠 對 這是不行的 所以所以我就把情緒收拾好 我就交給我土地 然後我就走 對 那後來呢 三個月過後 就是那他跟我講對不起 然後我跟他講說 那沒關係 反正如果不能在一起 還是怎樣 就這樣就好了 然後我就放下 然後後來是因為 突然有一天有一個男生 他在那個Messenger 就是我們的臉書 就密我 他說 他說老師其實我是你的粉絲 然後我想跟你講一件事情 就是說你有沒有跟某某某聯絡 他是不是很久都不見 然後我有些事情 想要跟你聊天這樣子 然後就 後來我們就見面 他就跟我講說 其實我這個女朋友 在我 就是我這邊消失的同時 他也去了他那邊 他們也在一起 對 他劈腿了 他劈腿了 而且不只我們兩個 他還有跟別人 就是他的時間 比如說他在我這邊消失的時候 就去他那邊 他在那邊消失的時候 他就去第三個人那邊 對 這個女生 他的慣性就是可能是這樣子 對 那後來他就跟我講這些事情 然後就鬥起來說 原來這女生他是 他是異地遷徙的高手 異地遷徙的高手 對 聽說 油木民族 後來你的理論是 只要找好備胎 被分手的時候就不會難受 對 或是說 就是說要解決分手的痛苦 最好的方式就是 直接開始下一段戀情這樣子 OK 所以你現在有太太 所以但是太太也有可能跟你分手 所以你現在找好備胎了嗎 現在還沒有 所以我希望這一集節目 我太太盡量不要看到 不是 你這是什麼理論 沒有 他就是因為被劈腿了之後 才會形成這種不健康的愛情觀 你怎麼可以接受你太太 也準備了一個備胎 對啦 這是不行的 是 所以你這個理論不成立 要澄清這是網路上講的方式 對 那它是不行的 那我們剛剛要講話說 其實你在面對很多這種感情 奇形怪狀事情 你就會投注到 人找不到幫助 你就會想要宗教上面幫忙 那就會來找我們 就說比如說要做破開 衝開 或是說要做和和的法術 對 那像我有個經驗就是 他是一對夫妻 那其實老婆他就是家管 那他們已經生了四個小孩囉 就是在一起的時間大概已經 可能已經超過十年了 就是那後來 因為家管他本來就是在家 他是就是都是老公在供給他 吃住啊 或是經濟啊什麼的 那後來他就 他老公可能我覺得時間也久了 感情上面 夫妻久了可能都會有一個 沒有辦法往前走 或是有一個麻痺的狀況 後來他就在他的工作圈裡面 認識一個女生 然後跟那個女生在一起 對 那他跟那個女生在一起不打緊 他還讓他老婆知道 就他也擺明讓他老婆知道說 我就是有跟人家在一起 不管你要怎樣 對 因為反正你現在 你家庭就是靠我嘛 對啊 小孩子什麼 念書啊 生活什麼都是靠我 對啊 那我跟你如果 感情不好我去外面找人 沒什麼嘛 對 那後來他就來找我 就是要解決 看能不能幫他老公就是 做 斬桃花 斬桃花這種狀況 斬 到底斬有效嗎 其實我自己的經歷 因為我剛剛有講到 我前面有遇過很多 奇怪怪的狀況 我也有嘗試過 也有做過 一定沒效 不然你的女朋友 又去批別人 因為大哥 我跟你講 我們以前也是認為沒有效 對 但是你在 就剛剛老師講 其實你在那種被人家遺棄 或被人家劈腿 或是被人家 就是丟掉的那個情況下 你會希望 會找伏母 任何狀況你都希望 能夠幫助到你 是 我們也會 一開始會認為說 這法術怎麼可能 這以前留下來的 可能就只是一種傳說 但是我用過 它的確是有效的 長頭有效 有效 而且合和 長頭有效 我們的小人有這麼多外遇 我有遇過就是一對夫妻 他是軍人 就是他是職業軍人 他跟他老婆在一起也是久了 然後他 他可能我覺得就是久了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其實在一起久了 其實都會有感情的停滯期 那後來他就去外遇找對象 他老婆來找我 基於他們是夫妻 他們是合法夫妻 這個軍人找你 他老婆 他來找我 他希望可以把他先生的 這個外遇對象就是 斬掉 對 那我們傳下來這個法術 其實有講了 就是第一個 如果你是夫妻 就是你是合法夫妻 你是可以做的 就可以把他小三去剃除掉 OK 對 所以我有幫他做 做這個儀式之後 後來沒多久 那個他的確就把那個 小三就斷掉 他們就回歸正常家庭 那我自己的經驗是 我也有遇過就是 好 等一下我們繼續說 好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 等一下我們先休息一下